- 这8.9 - 这个车子 - 也没人过来跟我们 - 有人来的 - 有人来的 - 这车就7.8个人 - 那个能做几个人 - 连驾驶员 - 七个 - 连驾驶员 - 七个 - 如果开到8个人 - 8个人行为? - 8个人的话要买那种顶配的 - 顶配的8个人 - 4万多是吧 - 那一般ORC加上来会多少 - 大概就800块钱 - 800块钱 - 4万多是按比例还是说 - 整体的所有车都ORC - 都800 - 然后比如说我开完车子买过来 - 4万多我开了比如说两个月 - 我能不能再卖给你 - 因为我们旅行可能两个月 - 可以 但是价钱可能会亏那么一点 - 亏多少 - 比如说你今天买这个 - 然后两个月拿过去了 - 然后你说我要买回来 - 我们就会看你那个condition - 跟提车是一样的 - 然后还有就是 - 新西兰有15%的GST - 这个车价 - 除以1.15% - 乘以一年就75% - 两个月就75% - 然后两年就65% - 那大概算下来会多少 - 能不能稍微算一下 - 对 - 就是说差不多回收的话 - 整个会回收多少 - 就是我们车款人就那样 - 车款人就那样 - 就车款正常的话 - 除以1.15% - 乘以0.17% - 亏1.13% - 亏1.13% - 亏1.13% - 就亏个 - 亏个 - 四分之一 - 嗯 - 四分之一多 - 嗯 - 差不多 - 差不多 - 如果没差的时候才可以 - 没好事就不说上 - 对 - 或者开的时间是长一点 - 开个一年一年 - 这个计算汇率是一样的 - 这个计算汇率是一样的 - 一样的 - 差不多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 - 对每辆车的方程式是一样的 - 如果买不就是一万块钱车子就合算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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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便宜 - 这个车款都很正常吧 - 零五年的 - 那么可以 - 你们买的车子可以保存多少钱 - 这个才两千五 - 半年 - 半年 - 对啊 - 一万两千五 - 人民币 - 刚到了两天 - 对 - 今天第二天 - 准备一算了 - 上北岛 - 往北岛 - 南岛 - 那你折下来 - 折下来 - 差不多扣掉四分之一 - 还能卖一千多 - 还能卖一千多 - 还能卖一千多 - 这个是有推荐 - 开一个SUV吧 - 开一个SUV吧 - 开SUV - 不用买一个这么贵的SUV就行 - 大概说想用多少钱买 - 一两万 - 一两万嘛 - 一两万 - 这种方式其实也不错 - 也挺好的 - 玩个两个月 - 两三个月的话 - 这个方式 - 时间稍微久一些 - 你时间 - 如果两三个月租车的话 - 也差不多 - 对对对 - 两三千 - 对对对 - 两千 - 两千 - 我们现在 - 我们现在就一千多了 - 一千多了 - 不止四五千 - 两三个月得四五千 - 四五千 - 你买不过两万块钱车子没有 - 对对对 - 我们还没定下来嘛 - 只有五个人是吧 - 四到五个人 - 四到五个人 - 因为后面中途还有一个朋友会加上来 - 喜欢欧洲茶还是日本茶 - 都可以 - 质量好一些 - 质量就是 - 这个性能你懂的 - 它保修半年可以 - 保修半年 - 保修半年 - 半半年 - 那这边保险什么要加上来是什么情况 - 保险的话你要自己去那个A买 - 一年大概六百多块 - 六百多块 - 就加六百多块保险就是 - 全险是吧 - 全险基本全险 - 可能你们用翻译的价值可能有八百多 - 哦翻译证是吧 - 翻译证八百多 - 那真的买一个划算 - 保险全险 - 保险全险 - 差一两万不到三万 - 两万七 - 烂了差一 - 还对 - 两万多 - 两万多 - 两万七是纽币 - 纽币十几万 - 然后是二十五千 - 哪一年的车子 - 二十二年 - 哦 - 这个车子我们还有 - 因为这个车子是三点零的 - 只有两千四这个字啊 - 啊 - 这个是什么 - 这个是那个油耗 - 是那个新西兰政府官网上面的 - 每一个都有 - 这不是价格只有两千四啊 - 不是它是那个估算来的 - 它不准的 - 哦不准的 - 对 - 价格是算不准的 - 那个油耗是两千五 - 油耗价格是什么意思 - 油耗价格是新西兰那个政府网站上面 - 每一个车型都有相对应的油耗 - 哦 - 那那个两千多是 - 两千多它是 - 它是按2011年的数据 - 两块钱一升油 - 然后算你一年走一万四千公里 - 算出来这个油耗 - 哦哦哦哦 - 我就说两千多 - 全年备用按四千公里算是吧 - 哦哦哦哦 - 哦 - 大概年号怎么样 - 情况 - 这是油耗 - 要看前面 - 啊不一样 - 开车那个堵车啊 - 这个是一万七千八 - 这开车方式肯定有差了 - 哦 - 这个是漂亮的 - 一个全显就六百多 - 如果加上个翻译键八百多 - 就我们只翻译键的话会八百多 - 这多少钱 - 这多少钱 - 这个七千九 - 对 - 和修行你 - 啊不 Glo导 Book - 啊不就是舍 qualidade - 从这 ár烲红еся - 一圣pekt - 我是经常收到一个更加车 OK 我开张照了嘛 那如果两个月的话差不多 很划算啊 两个月 反正减了百分之 百分之 刚才是多少 那个一万三除以四万是多少 是吧 啊 这个就可以直接折耍去了 刚才是按两两个月折耍是吧 两个月三个月 反正你车款差不多都一样是吧 两个月是按一年算 反正都按一年以内是吧 对 那肯定的 你租车肯定就不划算 而且关键是 这边他们直接提供回收了 就是按一万多 如果就说这样原车返回一万多 原车返回就没有任何损差 一万八 一万八少了一万嘛 少了一万差不多 五万块钱 五万块钱 嗯 嗯 那就那就得那个 就说价位稍微再低一点啊 然后就加上一个圈额鞋吧 圈额鞋 然后那个ORC差不多也是多少 八百块钱 八百块钱 嗯 加个一千多 那那那那那开什么车啊 我们在国内开哪种 这个国内就还差一点 嗯 但是这个会小了嘛 嗯 那开土月你喜欢吗 也可以 啊 卡迪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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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 the meaning of 卡迪拉 you're from China China yeah you're from China 卡迪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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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卖车了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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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because we have a Chinese company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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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ndo Gando we are not from Canada we are just tourists you have a you have a plan stay Ngida no we are we are plan to travel around the whole the whole country buy car buy car and then return in two months two months two months we make a plan maybe one or two months and we calculate which is which is better if we rent a car or we buy cars they are comparing about rental and rental and the buying buying as the kind hand yeah let's keep to bjb they have to share it they have to share it how high share it is for trauma they are comparing about rental and 对他们说他们有分工事 15000 能不能再讲价了價格下来一点 这这车刚进来了刚到你们正常有奖价吗 有的可以哦 但是不那么多 百分之十 没那么多 百分之十到不了 这个车不错啊一万五千多啊 一万五千多相当于七万人民币 六万人民币 六万人民币 很完善 你如果注册的话住两个月的话肯定要 一天一天三百块的话两个月就是要将近 将近一万多块钱 两个月将近一万多块钱 那不如这个车好了 对啊 这个就就刚才那个差异就不划算 扣掉一万多 对对对啊 这个就简单了 他就他就按一年 就说你一年以内车换正常的话 差不多是那个比例的顺号 对对对对 那你那你肯定那个便宜一些的合适吗 这种合适 就顺号比例都差不多嘛 其实就到一万多块钱 武汉也有 武汉也有个分公司 新开的 新开的 在武汉 对武汉 叫什么 格列福啊 哦也是把日本车弄到 铜锐牌子 二手的吗 也是二手的是吗 啊 叫什么格列福 格列福 他刚才不是说什么卡迪啊 他以为你们在中国卖车了 哦 哦 卡迪了啊 卡迪了 哦 卡迪了哦 他刚才跟我说什么卡迪了 他连起来 以为是经销商了是卖车的 对对对 哦 这个车二手是也能进中国啊 他应该不是 我估计 因为中国卖车的 哦 可能是从澳洲 但是也是二手车 美国卖车 啊 这个比国内就十块多了啊 这个跟国内 国内很贵的 这个国内最起码一百万左右吧 新车这个 刚才这个年份是多 一万多公里才 一万多公里 一万多公里 14年的 一万多公里才 14年20万 20万 这个价格就相当大了 这个比例打下来 这个就是 这个车款都会很正常吗 车款正常 有没有就是 维修有没有 你们有会隐瞒什么 就有什么车款都会都会正常 有我不能卖的 哦哦 不能卖的 都在里面放的 那会会会说到 他车子之前有什么损伤啊 什么的 我们不卖事物车 哦不卖事物车 哎这个哎 陈伟你去你去 你去住的环境 做这个多舒服 你们出去 对啊 能多啊 上去 上北下南肯定好好玩 这就 但是这个水号下来就贵了 这个这个差不多是一万三 一万三下 这正好 哎 看看那个那个差异怎么算下来 会一万多啊 两万五吗 是吧 两万七 两万七 那算下来也不用那么多啊 一万多 哦 哦是剩一万八 剩一万八 两万七 哦也要一万 也存号也要一万 对对对 就就是说这车是给了你的钱 啊 给了你的钱 啊 这个车不错 这个车也挺不错 这个车你把后面两个凳子收起来 就你放多少个 哇这个舒服 这个 大哥你把你们的车 卖给他们回收 我这个车搞 如果长雨 时间长在这里肯定有买车 你不是 你不是过阵子八九个人来了 八九个人 这个我我能处 搞个顶配八个人 啊 夏哥是很喜欢这辆 就是说在大概四万两千牛币 嗯 想躺着后面是 嗯 四万两千牛币 在中国叫Alpha 在中国就分调Alpha 在国内 夏哥说 现在差不多价格达到一百万人民币 七七八八下来 这个是一万多公里 加价二十五万 嗯 这个这个按夏哥来说性价比特别高 对了 差了几倍 这个才跑了一万多公里 一四年款 哦 然后那个对 然后才差不多只二十来万 二十万出头吗 像这个呢 有多少空间呢 下降 啊 有多少空间可以下来 空间有多大 空间啊 啊 就是价格 对价格可以 四万 七万多 四万两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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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很少 真的 我估计尽量 最大努力的话 就卖上这几辆了 哦 就说这边现在也喜欢这个 对 现在很多嘛 嗯 这三万五千多 这个开了 这个开了六万多公里 这很grooming 是什么 面 要洗车 洗车 哦 能降的话 能降多少 哇 七百块吧 七百块 好 那就顶个 OF 那什么 ORC 还不知道行不行 对 基本上 到车以下都有吧 到车以下 这些有 一般都有 一般都有 都说这么说 那他们就说 那个像四股车啊什么的 都不会卖 有问题的车子绝不会卖 就是 反正因为二手车嘛 会担心这些嘛 那他们就说有问题 嗯 就比较完善 对对有问题就说 他们肯定不会卖 就是 他们提供半年的保修是吧 半年的保修 提供半年的保修 提供半年的保修 对 行 我们再考虑一下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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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put your blame on me